大家找了很多影片來 就是寫新聞 其實都不是影片上看到的那樣 與優勝基吻惹怒嬌嬌梗梗汝回應了 欸 今天真的激起來了很多 嘿呀 這都是因為你 另一半黃子嬌因私人恩怨 不願在25號微風之夜與優勝同臺 欸 還有一說兩人鬧不合是因為 我看我來了 嗨 好 來 這優勝2014年 曾和孟梗汝合作偶像劇 22K夢想高飛一度傳假戲真作 喔 策略花絮看兩人 啾咪啾的那麼自然 傳浪叫叫 打吃飛醋 Agent孟梗汝在28號七夕情人節 出席公視麻醉風暴2宣傳活動 快樂幫大家解開迷之音吧 基本上這件事情 如果是檯面上看得到的話 那就不叫做私事 所以這個影片我早就看過了 接吻的那個傳算是劇情的 對 當然 對 他有導演喊咖的聲音耶 我也看過那個影片啊 大家說他暴怒 他其實也沒有暴怒 他只是表明了他的立場 那會夫唱夫隨 並免和優勝同臺嗎 我沒有刻意再闢這件事情 那會細心的部分 應該是說 我其實還是會顧遇到 嬌哥的心情啦 因為畢竟 他是我的另一半 然後我一定會跟他討論 對 尊重他的意見 碰巧嬌嬌童聽也出席活動 還是好奇你跟優勝的恩怨啦 這也不是這一兩天的事情 很久以前的事情 其實跟我們都有關係啦 但這就不多說了 因為它就是一個私事嘛 之前私下做一些動作 沒有 其實我們私下是沒有聯絡的 就這個事情大家各自 各自消化 各自消化 所以交的是未來 你這樣很奇怪 我不能做預設性的回答 我只能告訴你 在此時 我還是會選擇回避 娛樂動新聞 改革過程 呃 帶到棺材裡面 需要分享 八道